你们女孩子将来都是要嫁人的 或已经是嫁出去了 女孩子没有再分财产的 一正去的时候抽换出 抽换掉 大家协议全部都是给男生这样的情形 你再跟人家协议说我不分 那这一个协议就是赠予 那你这个有钱送给你的兄弟 没钱还我 在机场分割的时候 你是要钱还是要地 而且是以死亡时 还是要以我们法院在估价时 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要来讲的 就是说那个遗产的部分 有遗产的不动产的部分 那各位我们有时候人往生了以后 譬如说父亲往生了以后 有母亲假设留下三个小孩 那像这样的情形继承权是 母亲跟三个小孩要去继承 但是各位我们传统 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这个母亲可能重来 我们就有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一件事情 就父亲死掉了以后 他有留下不动产就房屋土地 那么这个时候要来办理继承的时候 就是四个人通通有继承权 那因为通常我们都是听妈妈的话 所以我们常常唱周杰伦的歌 就是要听妈妈的话 对不对 好那妈妈就跟所有的人讲说 哎呀我们这是你们就把 你们的身份证跟印章 然后去领印件证明出来 然后领印件证明出来了以后 交来妈妈这里 妈妈我会请代叔去帮你们办这个继承登记 因为而且国税局也要办你继承的申报 不然六个月他就被罚 那我会把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按照这个 你们都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 那各位我们就作为子女的或许都很相信 可是各位传统的重男轻女这个母亲 就把这个事情交给了这个代叔去办 或是说交给哥哥去办了 结果各位办出来是办怎样 办哥哥独得 各位那么办好 办了以后妈妈也没有跟这个人讲 也没有跟这两个妹妹讲 结果这个妹妹有一天讲说 这么办这么久没有办 没有那个 结果去查了掉了藤本才知道说 全部都被哥哥独得了 他们跑回去跟妈妈质问说 为什么会办成这样 他讲说没有啦 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们女孩子将来都是要嫁人的 或已经是嫁出去了 那这个情形的时候 女孩子没有再分财产的 那请问各位这个时候 这个两个妹妹就很生气 认为是哥哥做的事情 所以各位他两个妹妹 就来告这个哥哥了 告他伪造文书 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 用他们的名字去写遗产分割协议书 各位这里是有遗产分割协议的 那透过这个协议书 你附上你的身份证明 跟最主要是印件证明 那所以各位结果他去告了以后 结果这个哥哥讲说 没有这个都是妈妈的意思 结果就调妈妈出来作证 各位这个妈妈出来做了证以后 说对啊都是我的意思 因为他舍不得他的儿子 受到法律的制裁 所以他妈妈就讲这样 各位回去 正好来又说 那个女儿不孝 还告妈妈 各位有时候天底下的事情 如果说你别人走一张嘴 怎么讲你会气死 尤其是亲人之间的事情 所以各位为什么在台湾 或是在中国人的社会里面 每次发生遗产的计程 都要发生这么大的一个冲突 其实这里面隐藏着社会 很多重男轻女 或是说他的财产 这样的一个分配 一个不公平的情形 那像各位这个后来的话 就是变成不什么 不起诉 认为说母亲并没有伪造 而且你出具了印件证明 所以这个分割协议书 也都出具你们的文件 所以不能图销回来 所以各位 VC两个人就拿不到了 这种情况好多 所以各位 我们将来要特别注意 尤其我们信赖了家里的长辈 或是说我们信赖了 我们的哥哥或是弟弟 他们说我去办就好 各位他会给你抽换的 我们也处理过这样的情形 他给你看的是每一个人都有 可是到地震去的时候 抽换出抽换掉 是大家协议全部都是给 这个男生这样的情形 所以各位 像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 我们印件证明 不要随便出出去 甚至于你 要去地震登记的时候 在地震事务所看清楚了 这以后才把印件证明交出去 因为我们常常因为 只要你出具印件证明 你本人没有来的时候 就视同你本人来 那么印件证明又是你到 护证事务所去申请 护证事务所会给你做人别的 这个询问 身份的一个确认 你是某某人 你是家里有什么人 你要领印件证明 他会问的 所以这个通常如果是你亲自去领的话 你要翻案很难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 我们第一个 在做遗产分割的时候 尤其是协议分割 大家要协议分遗产的时候 要特别特别注意的 就是这个印件证明 出出去了以后 可能就无法挽回 所以在这种情形 你再去告的时候 他认为说 我跟我当初的授权不一样 那你除非在这个印件证明 你指定用途 可是你指定用途 你也不能写说 我这个指定用途 就是要办一场过户 那么你写说一场过户 去每人都要三分之一 你写成这个样子 或许你这个授权 所以我们台湾 在授权的这个时候 往往都不清不楚 那么因为像这个 这种情形在国外的话 他们比较少 类似这样子 说透过代书等等 我们也有处理过 这样的一个事情说 那个双方写了切结书 说每一个人都要登记 三分之一 那个未保存登记的 那么他们就说写抛弃 那各位这种遗产分割的协议 那么我其中有一部分人 假设我当女生的不分配 各位这个是分割协议 这个不是抛弃 各位抛弃继承 一定要跟法院办 一定要跟法院申请 有法院备查 所以老师有说过 如果ABC三个人继承 那么如果A欠债 那么他欠债说我不继承 所以跟BC两个人协议说 就由BC两个人继承掉 每一个人都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他不继承 各位 他的债权人银行 他会说 你已经拿到了 你再跟人家协议说我不分 那这一个协议就是赠予 那你这个有钱送给你的兄弟 没钱还我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会用民法244条第一项撤销 但是如果说 如果他去跟法院办理抛弃 那表示说我致死就不愿意继承 所以塑及继承的时候 是不升继承的效力的 那这样子的话是有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老师第一个讲 当我们在办理继承的时候 你硬件证明跟遗产分割协议的内容 一定要很注意 不可以被人家调包 离猫犯太子 被人家抽换 那么这个是出具你的真实的意思 嘴巴跟你讲的 跟送去地政要登记的 是遗产分割的协议 就是用遗产分割协议的方式 这是第一种处理遗产的方法 各位 那如果无法协议的时候 现在就是很多的人就是这样子 那么父母亲往生了以后 这个哥哥在传统的男生都认为说 他不但要分还要有大孙分 大孙分就是以前就是祭祀 所以就变成长孙要多一份 那么各位 这个时候这个女生 现在都受过现代化的教育 他认为说我有一份 没有什么大孙分 所以当这个法律跟传统的观念 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个哥哥就很怨恨 这些女生说你为什么 不要像一般人抛弃 那个女生讲说 抛不抛去是我的权利 我不抛弃你还对我这么凶 我要抛弃给你 你还对我客气 你怎么还认为是理所当然 所以各位在这种状况底下 有的女孩子就不愿意配合 尤其是说如果你是这样子 你还要给人家大孙分 有时候这一些男生弟弟们 或是哥哥们 他们认为说这种情形不公平 所以他们就不愿意盖章 所以就变成无法协议的部分 那你无法协议的时候 将来这个不动产要怎么办 所以可能就会有两种情形 各位第一个还是停留在 被继承人死人的名下 这个可能经过好几十年 各位这样没关系 国家除非说国家 你停留在死人的名下 政府给你列管 后来再利用我们土地法的部分 由国有参与局 或是我们地方政府 把你拍卖掉提存 那么这个就是国家会拍卖 如果你太久的时候 可是各位因为国家 他的力量没有办法及时处理 所以他还有很多留在死人的名下 那就是等将来 所以我们现在还有这一种 祖先留着还放在祖先名下的部分 但是这个权力你还是在的 不会不见 也没有时效的问题 第二种我们在处理上 如果大家盖章盖不好的话 老师是比较建议大家 一个人就去办成公同共有 那各位这样的办成公同共有 名字就换到我们的继承人来了 那各位只是说因为他没办法分割 所以他的权力都是一分之一 也就是权 然后后面挂了继承人有很多人这样子 所以像这样子的话 但是你还是有权状 只是说你要处分的时候将来 变成因为是公同共有 理论上要得到全体的同意 那么把它办成公同共有以后 你就会有权状 这样然后在政府的藤本 就会有你的名字 不必向往后再往前的话 如果留在祖先 还要去找继承系统表 还要再去找出这些储户 户籍藤本要把它做起来 所以这个东西不处理是比较麻烦 那么在我们这个情形的时候 原则上应该去处理 把它登记为公同共有 那各位登记为公同共有了以后 就有两种处理方式 第一种处理方式的时候 各位我们可以用土地法 三十四条之一 也就是多数决的规定 我讲的是土地房屋 各位就是人数超过二分之一 加上我们的潜在应有部分 就潜在的应积分的部分 也超过二分之一 都超过二分之一 或是人数不算 而只算潜在的应有部分 潜在的应积分部分 大于三分之二的时候 在这种状况底下 我们就可以把整块土地 各位假设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那这个人不卖 但是我们两个要卖 我们就可以把它卖给外人 然后通知这个息 要不要以同一条件 同一价格优先购买 如果他愿意优先购买 就他买走 如果不愿意优先购买 就把这个钱提存在法院里面 那么各位这通知是15日内要表示意见 所以各位以后如果收到这样的通知 我们如果想买 必须要在15天内给他表示说 我愿意以同一条件购买 那么各位如果有提存了以后 就可以到地证内把它过户给外人 所以各位经常我们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么一栋房子呢 透天的也好 大楼的也好 父母亲往生了以后 结果大家在那边炒半天 那么其实有时候你不用炒 假设你有多数诀的话 你应该用土地法 34条之一呢 用多数诀就把它卖掉了 当你的不动产是很多的时候 如果你也可以用这样个别一间一间的把它卖掉 这样也可以 那么尤其是呢 需要大家需要用钱的时候 应该就是用这样子 用多数诀把它卖掉 手上有的钱 将来我们再要来处理其他的部分 就比较好处理 所以也不一定非得要全体都同意 不需要全体都盖章 所以各位呢 我们好多的人呢 以前都被卡死在全体盖不了章的情况 各位 你应该是用多数诀的方式呢 用多数诀的方式去处理它 当全体没办法同意处分 有的人就是想不透 就说哎呀 这祖先的我要留着当纪念 各位我常常讲说呢 有能力的就没压力 那么有能力的也不应该回去家里 争那么多财产 应该是把家里的财产呢 拿了以后呢 到外面去发展 然后再回来家里呢 就是把改善家里的环境 这才是有出息的 没出息的就是 也不能说没出息啦 如果我是台硕 那我回家拿钱也是很有出息 因为不必太有出息 可是我的意思是想说 一般的家庭里面 回去争这个财产的话 有时候是那个 而且这个财产怀必其罪啦 大家在那里争来争去呢 其实是导致于兄弟姐妹的感情变坏 那不如大家呢 就把它用多数诀 或是全体共同把它卖掉 钱拿在手上 其实再添置其他的资产 再去投资 也不一定不好啊 搞不好赚得更多 所以各位呢 我们有时候眼光呢 要晃远啦 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 要这样子去处理它 把它办成共同共有以后 用全体同意 或是用土地化 三十四条之一 多数诀把它处分掉 这个情形是这样子 各位 如果再不行的时候 你想一次处理的话 当大家都弄不妥当的时候 而且有很多的债务啦 还有那个商葬会啦 还有呢 以前到底谁跟爸爸妈妈先挖钱的啦 各位在这里扯不清楚的时候呢 那么一次处理 我们就会进去做遗产分割 那各位遗产分割的概念就是这样子 就是把这个遗产呢 全部放到这个锅里面来 各位这个锅里面呢 就有遗产有不动产有动产有股票 有现金等等有基金等等 全部放这个锅来 那各位呢 然后呢 如果是有欠债的话要先还债 那么其他没有的话呢 假设我们没有的话 各位就是这些继承人呢 带我来这些白 把这锅呢 割给人家 那么这个就是遗产的什么 分割啦 那我有 假设我有留下三栋的不动产 还有很多的现金等等 我可不可以拿一间不动产 自己来共有物分割 而不要遗产分割呢 这很多的律师或是地政事都搞不清楚 他们就想说 反正有三块土地或三间房子 我就拿一间出来分割 各位不行 分割的时候 你要拿一间出来法院分割 那么我们法院会说 遗产分割 假设你们家财产那么多 要么就一次把它什么 全部进来 所以各位 如果它是已经发生继承的情形 你要单独拿一块地 或是单独的地 或是一个房屋进去法院分割 法官会不准 他认为说我们服务的话 国家服务就是一次把它解决 那各位进去一场分割的以后 经常就会面临到一些事情 各位这些分割的细节 老师将来再来讲 那么各位 比较简便的分割 就是说这一间给你 那一间给我 但是价格有落差 大家互相用钱去找补 但是各位 我们往往都是觉得 别人手上的比较珍贵 我们自己的比较差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 也有可能找估价师去估价 怎么样处理 各位那么最简便的方法 就是说大家都怎么样 没输没赢 那就是把公同共有 在扣除那些费用以后 把公同共有像这个土地 把它变成什么 分别什么 共有 各位有时候这样子 法官就讲说 那以后还要再割两次 我能够给你避其功于一 但是各位 当要避其功于一 非常困难的时候 那你不如把它割成 大家都几分之几 譬如说ABC就割成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各位 它变成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以后 它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也可以拿去卖 也可以拿去借钱 它也可以用土地化 三十四条之一 用多数诀把它卖掉 各位甚至于将来 他们也可以三个人 在一起同意把它卖掉 所以各位 或是一起把它出租掉 这都可以的部分 这样的权力初步把它分开 那么各位 会让这个遗产的分割 变得比较明确 那么大家都拥有了 各自的一个权状 大家能够比较OK一点 再往后再往下一步去走 这也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所以在遗产分割的时候 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各位 在遗产分割 我们经常面对到的 比较大的问题就是配偶的 配偶他有两个权 在对方往生的时候 配偶有两个权力 一个是民法 一千零三十条之一 夫妻胜于财产差额分配请求全 就是财产比较少的人 可以向比较多的人 要出那个差额的一半 那这个通常我们在 报遗产税的时候 会去跟国税局主张 说我要行使我配偶 拿出遗产先拿出分厚财产的一半 各位这个把遗产降下来 把遗产降下来了以后 那个遗产税就会降低 但是你是不是有去拿 国税局会给你列管 说你虽然给我这样子报 你不可以只有省税 你必须真的去拿 所以各位将来 以国税局申报 配偶剩于财产差额分配请求全 降低了遗产而遗产税减低的时候 他要列管 看你这个配偶有没有去跟其他的继承人要 这个情形的时候 所以经常在分割遗产的时候 配偶的这个权利就会主张 那各位这个配偶的权利 原则上是换钱 换钱出来 那各位我请问你们 在遗产分割的时候 你是要钱还是要地 而且是以死亡时 还是要以我们法院在估价时 这个非常重要各位 因为如果你当初 配偶去拿一半是换钱的话 你以前在我们男子桥头 高雄的男子桥头 那是台积电来之前 所以你换的钱不多 可是各位如果你当初拿的是地的时候 这地现在长了三四倍以上 所以那个差距就非常的可观 但是我们法院在判胜利财产分配的时候 认为它是一个请求权 所以换的是钱 那各位再来的时候 我们在做遗产分割的时候 要面临到的就是所谓的特留分 各位经常这个遗产分割 因为它有遗嘱 遗嘱可能全部都拿走 会侵害什么特留分 所以各位这个特留分 有没有侵害 就要先以遗产的总价值去估 然后估了以后 我们要去估价 要找估价师去估价 这个细节的部分 老师往后再来说明 那么我们在遗产的处理上 原则上变成遗产了 就会照这个样子来处理 所以这一些方法的时候 我们遗产不要把它丢着 放在那里 各位你想想看 我们这一代跟上一代 就这样子你不去处理 可是到下一代的以后 他要处理阿公阿嬷 或是阿祖的财产 各位这个根本所有的人 都已经很生疏了 所以所谓一代亲以代表 三代已经刷了了 所以这个是很难处理的 所以各位我们作为一个人 在继承的财产里面 把它丢着不去处理它 说给下一代处理 我想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部分 应该是非常明确的 把这些遗产大家就认了 天下没有不善的宴席 该分的就要分 天底下两大学问就是分跟合 因此各位如何掌握分合的哲理 分合的时机 分合的利弊得失 这个是一个人世间最大的一个学问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遗产怎么要怎么合 那就是透过一些信托 一些生前的安排 那各位当合不了的时候 那我们要体会 手大就要分威 家大就要分家 遗产是发生的时候 大家就是真正要分家的时候 所以各位有时候父母亲还在 这家还大家有往来 有时候父母亲不在了以后 各位说得不好听 兄弟姐妹 慈根善作九丘棚 虽然要公妈的虽然差 就是变成是这个样子 所以各位怎么样妥善的处理遗产 保住该有的权利 而把自己的纠纷把它解决掉 这个是我们现代人最重要的一个课题 以上供同学参考